Do you want ever you been dreaming about? That be unproved That be unproved Oh Is it shy? Oh Oh 對啊 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鋼管舞的物理學 那你剛剛片頭看到的呢 其實是三年前的資料畫面 之前也跟你們說過我因為受傷的關係 現在真的就是一個肥宅的狀態 鋼管舞的技巧真的是大不如前了 那像這樣表演簡單的舞序其實是還可以啦 這其實也是一種鋼管舞的流派 不過對於比較競技型比較困難的動作 現在的我真的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小手手助教 來為我們示範真正鋼管舞應該要長什麼樣子 我跟小手呢雖然是差不多同時開始學鋼管舞 但是如你所見的我現在是完全追不上他的車尾燈 不要說受傷後 就算受傷前也是完全追不上啦 你現在看的是小手參加鋼管舞比賽時的畫面 我會把小手的IG跟Youtube都放在影片詳情裡 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厲害的表演 首先呢鋼管舞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轉肝 就是這個肝子本身是可以轉動的 有點像是廁所衛生紙的直捲那樣 就是你拉一下它會繼續轉一下 那另外一種是定肝 就是肝子本身不會轉動 那每一架的廠牌設計不同 不過通常就是在肝子的下面會有兩個螺絲 把這個螺絲轉緊或懸開 就可以切換成轉肝或者是定肝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看比賽的畫面 通常比賽的舞台上會有一根轉肝 一根定肝 方便舞者變換舞序 那鋼管舞協會呢 其實一直努力在讓鋼管舞變成正規的奧運項目 但因為還是有人認為鋼管舞是色情產業 不能夠算是運動 所以其實這方面推進是很困難的 但說實在我是不知道誰看了這個影片之後 還可以覺得鋼管舞不是運動啦 那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既然有轉肝這麼酷炫的東西 怎麼還會需要定肝呢 其實呢有很多動作是只有在定肝上做得到的 比方說我個人很喜歡的這個帥氣combo 就幾乎只能在靜止肝上面做 因為這個動作依靠的呢 是踢出去的瞬間 肝子提供一個穩定的反作用力 如果肝子本身會轉的話 你很難得到一個穩定的力支撐 當然理論上如果你非常強壯的話呢 都是可能做得到的 不過像我們一般人 這個動作其實很難在旋轉肝上做到 那當然旋轉肝是有很多好處的 因為人跟肝子之間的相對運動為零 所以其實你只要抓緊就好了 不管做什麼動作 在旋轉肝上面 都可以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厲害 所以也可以像這樣固定在同一個姿勢不動 看起來都會非常的優雅而好看 那在轉肝上最重要的就是活用轉動慣量 由於動量守恆的關係 當我離肝子越遠 我轉動的速度就會越慢 離肝子靠的越近 轉動的速度就會快起來 所以你會看到大部分的肝管舞者 在上肝的那一瞬間 盡可能將腳往外伸 這樣可以帶給我們最大的轉動動量 才不會等一下轉到一半就不轉了 這跟很多滑冰選手利用的技巧其實是一樣的 值得一提的是呢 離肝子靠的越近 角速度增加 所以其實動能是增加的 所以當我們把身體拉近肝子的那一刹那 其實是要花非常大的力氣的喔 那再來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鋼管舞者都要穿這麼少啊 這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我想穿什麼 其實不干你的事啦 但其實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摩擦力 由於摩擦力等於一個係數乘以正向力 而衣服的摩擦係數其實非常的低 皮膚的摩擦係數其實是高很多的 所以當我們穿的少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的固定在肝子上 但穿著衣服的話呢 除非你的力氣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不然是不太可能黏在肝子上的 那麼為了確保有良好的摩擦力 通常我們會用酒精消毒肝子 順便把油脂擦拭掉 也會使用這種乾手粉 防止我們流手汗 如果摩擦力足夠的話呢 其實身體的任何部位都可以 讓我們掛在肝子上的 像這邊這樣的動作呢 其實不用出任何的力氣 只是皮膚痛了點而已 那可能會有人想問 去年Super Bowl J-Lo的表演 他不是有穿褲子嗎? 其實這是因為J-Lo用的這根肝子 是黑色的 這種黑色的是矽膠管 摩擦力非常的強 所以就算穿著褲子 還是可以黏在肝子上的 而且你看為了增加摩擦力 其實J-Lo也是有偷偷擦手汗的唷 那很多人以為鋼管是純粹手的運動 其實鋼管真的是一個全身的運動 比方說像我們這邊這個基本練習 其實你的腹肌要用很大的力氣 才可以保持穩定的旋轉 如果腹肌放鬆的話 就算手的力氣夠 由於慣性的關係 你身體的下半部會被留在肝子的後面 而且會慢慢的被離心力越甩越出去 最後就沒有辦法穩定的轉啦 所以鋼管一定是一個全身的運動 那因為鋼管實際上的強度很大 所以有很多人在做鋼管的物理學分析 我們今天沒有要講的這麼詳細 不用擔心 這張圖呢原理上是告訴我們兩個重點 一個是身體的重心 如果離肝子近一點會比較輕鬆 第二個 如果你兩手張開的角度相同的話 重量可以平均分攤在兩手上 比較不會那麼的累 這邊我們一樣請小手老師為我們示範 這個動作叫做Aisha 很特別的是呢 Aisha其實是屁股離肝子遠一點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這個原因是因為這個角度 屁股跟手可以成一條180度的直線 所以你施力上會比較容易 再來呢 由於腿往肝子的方向伸 可以幫助你把身體的重心往肝子靠近一點 所以實際上Aisha這個動作 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困難 再來呢你可以看到小手將大腿盡量靠近肚子 降低轉動貫量 慢慢的翻成Iron X Iron X這個動作呢 要有非常強力的側腹肌才能夠做到 這樣就已經夠難了 但是當你把腳緩緩的往外伸的時候 由於力矩增加 整個難度會再往上提升非常多 有誰覺得鋼管不算是運動的 歡迎挑戰一下這個動作喔 不過其實也有很多動作並不是真的那麼難 而是利用視覺上的錯覺Illusion 比方大家在片頭看到的這個動作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如果你仔細看 我肝子上的那隻腳其實從來沒有動過的 所以我並不是真的在肝子上面做了一個大翻轉 實際上我只轉動了上半身 我的腳是完全沒有動過的喔 好又到了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我覺得鋼管真的是很好玩啦 還可以順便練身體 那很多人的疑問是會不會很痛啊 其實一開始會 一開始皮膚的確會蠻痛的 但慢慢的你會習慣的 那有人問鋼管要怎麼裝在家裡啊 其實這個東西呢跟你窗簾上面那根管子是有一點像的 就是它旋轉的時候會越深越長 然後抵住天花板跟地板就可以了 不用破壞任何房子的結構的 安裝其實很容易喔 而且除了一般的鋼管動作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用鋼管來練習仰臥起坐 伏地挺身 所以實際上有各式各樣的用途的喔 那看完了這些有沒有想要學鋼管呢 留言告訴我們吧 喜歡這個影片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按讚轉發給我一點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